上帝的保护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 下凡个个很开心 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 保罗被抓进了军营 又差一点因为军官要平息众怒 就要遭到一顿莫名的毒打 还好保罗赶紧告诉他们 让他们知道自己是罗马公民 这才让指挥的军官给冷静下来 只把他收押入肩 接着第二天指挥官 就把相关的犹太议会的领袖们请来 要让保罗和他们当面对职 看看保罗是不是真的犯了什么法规 这样他就有理由可以处置保罗 或是让犹太人没有继续抗议的理由 这段对话会带来什么改变吗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下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等到议会做齐做定了 这时候兵兵们就把保罗给带上来 保罗在他们当中站定 缓缓地抬起头来 看着眼前这些议会的百姓首领们 就说 这是议员中的大祭司亚拿尼亚听不下去 使了个眼色 他旁边的侍从立刻冲上去 打了保罗的一个嘴巴 没想到被打的保罗一点都不害怕 反倒更大声地说 你这用表面分刷装饰的烂墙 上帝要击打你 你坐在那里 照理是要根据法律审判我 而你竟违背了法律 直接吩咐他们随便打我 这时候 站在他旁边的人跟着说 你是个什么家伙 你竟敢侮辱上帝的大祭司 保罗说 同胞们 并没有人告诉我 他是大祭司 圣经中确实说过 不可毁谤治理人民的法官 保罗其实并没有辱骂大祭司 他所问的问题 对于大祭司来讲 更应该是要被质疑的 如果他真的敬畏上帝 那更应该照着上帝的教导 给人辩驳的机会才是 更何况保罗根本不知道 对方是大祭司呢 大祭司也知道自己无理 当保罗说了自己 并不晓得他是大祭司之后 他只冷冷地哼了一声 就不再多说了 这也让保罗可以继续说下去 保罗上四维的领袖们 仔细看了一下 发现这一群人当中 有一些是萨都该党的人 这些人是属于当时祭司的群体 可他们却不相信 有死人复活的事情 他们更爱罗马赋予他们的 那些政治权利 还有 另外有一些是属于法利塞派的人 也就是保罗过去 所学习的那些教士们 相对于萨都该人来讲 他们却十分强调 信仰的教条和行为的要求 而且坚信上帝 是可以使人从死里复活过来的 这两类的领袖 平时有好多的争议 但这个时候为了保罗 他们却只好坐在一起 保罗看出他们当中的矛盾 于是就在议会里面高声地说 各位同胞们 我也是法利塞人 是法利塞人教法当中 带出来的儿子 我今天在这里受审问 正是因为我盼望死人复活的事 保罗所说的 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 是相信上帝的人 将来所期盼的身体复活的生命 他一说出来 现场马上就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保罗一说到死人复活的事情 萨都该党的人就立刻大声地叫嚣说 没有复活的事 法利塞人一听就马上还急 谁说没有复活的 两方都这样的 你来我往的吵了起来 然后连旁观的百姓 也分成了两派的人马 也互相叫嚣了 这时保罗却静静地站在当中 什么话都没有继续说 冷静地看着这一切 果然他想的没有错 这两边的人一直以来 在复活的看法上 根本就没有真正同意过彼此的想法 萨都该人 就像把宗教当成文化活动的 行李无遗 嘲笑着法利塞人 对于那些看不到的天使 神灵和复活的事 都是超级认真的相信 这下子原本只是在说复活的事 却变成了两方的嘲笑 甚至辱骂 现场是越来越吵 有一些素来冷静的 法利塞派的精学教师 干脆站了起来 强烈地抗议着说 到底这个人有什么问题 我们根本就找不出来 这个人做错了什么 说不定真的有神灵或天使 向他说话呀 虽然他们这样的声明 可是另外一方的萨都该人 马上就大声抗议 甚至派他们的仆人上前来 拉扯保罗 另外一方当然不甘示弱 也派人上去把保罗给拉回来 这下子不但是比大声 还要互相抢人了 现场已经是一片混乱了 指挥官看着再这样下去 保罗可能就要被他们给撕碎了 到时他可能更难交代 怎么一个罗马公民 连犯什么罪都还搞不清楚 就死在他手上了 于是他赶紧命令兵丁们冲进去 硬是从人群当中把保罗给抢出来 带进营房继续关押着 原本是要让保罗受审的军官 这下子都要变成 护卫保罗的贴身保镖了 到了晚上 身在监狱里的保罗 突然看见了主耶稣站在他身边 对他说 保罗 要勇敢下去 今天 你已经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 接着 你同样必须要在罗马 为我做见证 保罗虽然在人看来是被抓了起来 却在这场混乱的过程当中 看见上帝的保护 而且还得到主耶稣自己的保证 看来一场场的审问 都要成为他一次一次 为上帝的真实见证的机会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 大约有四十多个犹太人在讨论着 知道靠罗马的法律 要定保罗的罪是没有办法的了 于是他们就私下定下计谋 发誓了 除非要杀掉保罗 要不然就什么都不吃 什么也不喝 他们抢定之后 就去见祭司长和长老们 对他们说 我们已经发了重视 不杀保罗就不吃东西 现在请你们和议会 去请求罗马的指挥官 把保罗带到你们这里来 假装要更详细地审查他的事 其他的我们会不止安排好 在他到达这里之前 在路上就把他给杀了 这些暗杀者决定在路上击杀保罗 表示不会牵连到他们身上 好让大祭司他们可以放心地来帮忙 果然上帝的保护是更厉害 这个阴谋恰巧就被保罗的外甥听见了 他赶紧申请到银帮当中去见保罗 告诉他这件事 保罗知道之后就请一位军官过来 让他带着他的外甥去见指挥官 告诉他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他的外甥就见到了指挥官 而指挥官一看到 是保罗要他的外甥过来见他 就拉着这个年轻人的手 带到一边 悄悄地问他说 说吧 你有什么事要报告 这个年轻人就告诉指挥官 说到那些犹太刺客的计划 请指挥官不要照着那些人的请求 送保罗去议会受审 免得保罗还被那四十多个人给刺杀 就麻烦了 指挥官听完 就吩咐保罗的外甥说 好我知道了 记住 不要让人知道你已经把这件事情跟我报告过了 然后就让他回去了 指挥官会怎么打算呢 他们的计谋会成功吗 别忘了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 也欢迎大家到救恩之声的网站 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上 留下您的感想或疑问 我们与你下次空中再见了 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 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 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 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耶稣是爱相爱相爱我我我我 耶稣是爱相爱相爱我我我 爱相爱相我 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相爱相爱我我我我 耶稣是爱相爱相爱你你你 耶稣是爱相爱相爱你你你 爱相爱相你完全追究你 耶稣是爱相爱相爱你你你 耶稣是爱相爱相爱我我我我 爱相爱相我你他 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相爱相爱我我F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